欢迎大家收看两韩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大湾航空公司计划从内地招聘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也影响到东南亚 地区机构表示 乌克兰最新消息 乌克兰预计其港口将增加12艘货船 日本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无关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美国将宽大处理举报其收购企业不当行为的公司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香港大湾航空公司计划从内地招聘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南华早报 明年将推出的香港新航空公司大湾航空计划 利用中国内地的人才库 招聘100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该航空公司将利用其主要股东 董事长黄祖宝所拥有的深圳东海航空的资源 大湾航空还签署了意向书 计划购买5架波音787梦想飞机 据称这将减少其碳排放量20% 并成为其未来航空机队的支柱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也影响到东南亚 地区机构表示 南华早报 东盟加三宏观经济研究所预测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预期 增长率将达到5% 而7月份的预测为5.5% 该机构还警告称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正在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 国际银行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预测 与该研究机构的预测一致 他们都下调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导致 其他亚洲经济增长率下降1.6个百分点 原因是贸易、投资和旅游减少 乌克兰最新消息 乌克兰预计其港口将增加12艘货船 日经亚洲 乌克兰海军表示 12艘货船准备在前往乌克兰港口的途中进入黑海航运走廊 无视俄罗斯事实上的封锁 俄罗斯在黑海拥有更强大 更大的海军舰队 于7月退出了一项允许乌克兰通过主要出口走廊运送食品的协议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它已经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地区一夜之间 击落了31架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 乌克兰军队还向俄罗斯南部布良斯克地区的几个村庄发射急速弹药 造成破坏 但没有人员伤亡 位于俄罗斯边境的中国城市满洲里贸易蓬勃发展 内陆港口的营业时间 昼夜不停地处理 今年增加的交通量 与去年相比 今年对俄罗斯的出口大约翻了一番 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说 日本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无关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日经亚洲 日本正在寻求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 获得关键的电动汽车电池材料 如涅河里 已发展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韩国竞争对手 已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取得了进展 而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等国 则限制了原材料的出口 美国通胀减缓法案 为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 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但前提是 这些车辆符合特定的生产标准 并且至少包含40%的国内 或自由贸易协定来源的电池材料 美国将宽大处理 举报其收购企业不当行为的公司 金融时报 根据旨在解决企业独职行为 引起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新执法政策 美国司法部 不会对自愿披露其收购企业 不当行为的公司提出指控 该政策为自我披露业务 提供了安全港 收购方必须在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报告不当行为 并在一年内纠正不当行为 这些措施旨在鼓励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并使律政司能够在禁职调查过程中 识别不当行为 该政策是司法部实施的 更广泛执法改革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抵抗日本化的努力 东京应该照照镜子 南华早报 据《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观点文章称 日本继续迷恋于保持日元贬值 以支持出口和企业利润 可能是该国多年来 无法摆脱微弱增长 工资停滞 以及中国超越其GDP的后果的原因 文章认为 日本依赖日元贬值 来提振国内生产总值的策略 阻碍了该国实施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并阻碍了劳动力的增长 文章建议 日本在向其他陷入困境的经济体 提供任何教训之前 需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亚洲股市在全球债势动荡中下跌 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每月电讯 随着全球债券抛售持续 亚洲市场遭受了重大损失 人们担心利率将维持较高水平 东京和首尔受到的影响最严重 两地股市均下跌约2% 而香港、台北、雅加达、新加坡、悉尼和惠灵顿 也出现了大幅下跌 与此同时 美国国债的损失扩大 导致10年期和30年期 国债收益率达到16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央行购买了127亿美元的债券 因为收益率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 金融时报 日本银行BOJ在基准债券收益率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时 进行了非计划购买政府债券 BOJ提出以5到10年期限购买6750亿日元 45.2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 据交易员称 这一举措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 BOJ面临着保持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控制政策的压力 同时限制日元贬值 尽管银行提出购买 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上升至0.783% 独家消息 亚洲私募股权公司Affinity暂停继续基金计划 消息人士 路透社 据报道 总部位于香港的私募股权公司安联股权合伙人 因市场不利条件而暂停了推出叙续基金的计划 叙续基金是私募股权公司创建的一种新的工具 用于转移现有投资的持股 据称 安联的计划包括汉堡王在韩国和日本的业务 以及韩国采购管理企业ServeOne 据报道 安联去年曾试图出售汉堡王在韩国和日本的业务 但该过程未能产生结果 欧盟的碳税制度打击了印度的钢铁生产商 日经亚洲 预计印度钢铁出口商将是受欧洲碳边境税制度第一阶段 实施影响最严重的亚洲公司之一 根据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M 从2026年起 进口碳密集型工艺产品 如钢铁和铁 水泥 铝 化肥 电力和氢 的进口商将需要购买价格与该集团排放交易许可证相当的证书 截至2023年3月 印度钢铁制造商将大部分成品刚销往欧盟 亚洲运动会 香港的杨小姐获得自行车金牌 李思思获得第八名 南华早报 香港的杨倩宇在亚洲运动会的女子公路赛中夺得金牌 她的胜利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杨本来想为队友李思荣创造机会 但最终自己取得了领先并赢得了比赛 来自韩国的魏精灵 魏勉勉金牌得主 获得了银牌 泰国的朱塔蒂普 马尼潘 获得了铜牌 杨的胜利标志着香港在亚洲运动会女子公路赛项目上的首枚金牌 当卡罗林 埃利森遇到山姆 班克曼 弗里德 华尔街日报 山姆 班克曼 弗里德是加密交易公司Almedia Research的创始人 他最近成为彭博社迈克尔 刘易斯的专题报道对象 报道详细介绍了该公司的动荡起源 以及其创始人在加密货币世界的崛起 根据文章 班克曼 弗里德创办Almedia Research 是为了拯救生命 并为有效利他主义 事业捐款 由于对首席执行官的管理风格存在分歧 公司的高管们在2018年离职 但班克曼 弗里德 扭转了公司的局面 开始赚取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利润 据报道 该公司现在只雇佣了15人 他们都对班克曼 弗里德和他的领导能力表示信任 香港股市因利率担忧 接近11个月低点 恒大也下滑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连续第二天下跌 跟随美国股市下滑 原因是一份报告显示 就业岗位增加 中国恒大领跌 下跌近10% 恒生指数下跌0.9% 接近11个月低点 科技指数下跌1.3% 在线旅游运营商 协城和澳门赌场特许经营商 金沙中国也出现了亏损 香港股市下跌 是因为一份报告显示 就业岗位增加 这增强了市场对美联储 将维持高利率 以控制通胀的预期 Shine和Timew 如何改变中国庞大的出口机器的面貌 南华早报 像Shine和Timew 这样的中国购物应用 正在通过直接将中国制造的商品 带给国际消费者 来改变中国的商业模式 这些应用 利用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 并利用技术 将生产商 直接与海外客户联系起来 这些电子商务应用的增长 导致了中国通过电子商务出口的激增 2022年 出口同比增长了10% Shine和Timew 正在迅速扩张 并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挑战着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已经建立起来的平台 亚洲股市创下11个月低点 日元飙升 引发干预讨论 路透社 在美国就业数据强劲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创新高后 亚洲股市跌至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MSCI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下跌0.4% 澳大利亚股市触及11个月来的低点 韩国股市下跌1.8% 日本市场也随之下跌 日经指数下跌1.7% 达到4个月来的低点 美元日元汇率在飙升至150.165后 几乎立即回落 表明日本当局进行了汇率检查或直接购买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香港大湾航空公司计划从内地招聘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措 利用中国内地的人才库可以提供更多机会 并且促进两地之间的合作 其次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正在影响东南亚地区 这表明 中国经济放缓 正在对整个亚洲地区产生影响 这将导致其他亚洲经济增长率下降 这对于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来说 是一个挑战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个情况的发展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乌克兰的港口增加了12艘货船 无视俄罗斯的封锁 这引发了地区的担忧 并且可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此外 日本正在寻求与中国无关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这表明 日本正在努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并且正在寻找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 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 另外 美国将对那些自愿披露收购企业不当行为的公司 采取宽大处理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举措 鼓励企业自我监管 并且有助于保障国家安全 最后 亚洲股市在全球债势动荡中下跌 这表明 全球债势的不稳定 正在对亚洲市场造成影响 并引发了对利率的担忧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发展 并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 对亚洲地区造成的影响 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并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 现在 让我们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